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医师 有人说去看你的病人不是去看病 是去看你 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这样说吧 很多人说我要来看医生 对 就是去看你 就是去看你知道 就是在你的那个诊间在外面等的 就是很多美女 我怎么都没发现 你自己应该去后诊间等一下 你病人有够多 然后都是美女这样 我看了你这个书的封面之后 真的觉得 要身心灵帮人家治好的医生 我很不想用颜值那两个俗气的字 看你这照片也拍得太帅吧 是这也是疗愈的一部分吗 对啊 其实之前有个读者写信跟我说 他买我的书回去啊 每次身体不舒服 书拿起来看就好一半了 人家夸奖你 你要稍微 要谦虚一点是不是 我就欣赏你这一点 好 OK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 就是中医在日常生活中 中医的一些概念 可以怎么样帮助大家 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样子的主题 其实是这样子 我刚刚在跟陈医师做一些解释 因为 其实 中医学的这个概念 是华人文化里面 一个很悠久的资产 而且很独特的一个东西 非常独特 因为 其实他对于身体 很多部分的一种连通 或者互相影响 是有非常细致的理论跟观察 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中医有一个体质的概念嘛 那常很多人会跟体质 跟现在的疾病 会有点搞混 那像今天有一个病人 他就一直跟我说 那你有没有帮我治疗头发的问题 那我胆囊脊肉 有没有帮我处理 那我便秘有没有帮我处理 那我口干舌渣 有没有帮我处理 他说的其实是西医的一个症状 对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发现很多不舒服的时候 是感觉到我们的症状 跑出来的 但是我们要把它对应到 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体质 所以我刚讲说 这个病人他是属于 假设他是属于火气比较大的人 皮比较虚的人 假设有两个问题好了 那这两个问题 大概可以涵盖 他身体里面大概有一百个症状 那只要一百个症状 我们用这两个核心问题来帮他解决掉 他症状就不见了 这就是一个体质的概念 是 那大家其实在想到体质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有每个自己的想法 对 我觉得以台湾人来讲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 所谓的中医带来的概念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 每个人其实会有自己的一种感觉 有时候不见得正确 我觉得这个是西方人来看会觉得很奥妙的 例如说 我曾经跟外国人讲到说 今天我不要吃这个 例如今天不要吃 我不能带你去吃麻油鸡 因为今天火气很大 我为了要跟他解释火气大这件事情 他没办法理解 或者说外国朋友 就是他跟你讲说 他口腔里面有溃疡 那你就跟他说 你应该吃点绿豆汤 他就为什么这样 你会觉得说 我们拥有这些身体的概念是非常独特的 那我今天其实特别想请陈寅师来谈谈说 其实在中医的概念里面 身跟心是一体的 它是没有被分开的 所以你觉得 这个一些对大家 我们的节目听众都是很关注心理 他们对心理学或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兴趣 但是其实这个身跟心有很多的联动 例如在你的书里面提到的比方说 你觉得自己烦躁 但烦躁是可能是你从你的 刚刚讲的体质 生活方式或什么六邪 怎么样子的问题 所以从中医的概念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了解 跟保养自己的这种心理健康呢 那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七情六欲 它会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那就像说怒气 我们讲怒气就会伤肝 所以很多人说我好生气哦 是不是肝火太旺 等一下 中医这个肝啊 跟我们解剖学上的耐力肝 到底有什么关联 有一部分是相同的 那我现在讲说中医讲的五脏六腑 它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那像说肝 我们讲肝脏的系统 但是西医讲的解剖学的肝 就那一颗肝脏解读的功能 那所以我们讲说肝的中医讲的肝的系统 一部分涵盖到我们的情绪压力的部分 包括现在讲的自律神经 都跟中医讲的肝有关系 那跟我们的解读系统 那一颗肝脏比较有关 是中医讲说肝藏血 所以我们人体解剖的肝脏 也含了很多的血液嘛 所以跟血液的调节也会有关系 所以中医讲的肝就涵盖的范围就比较广 那再举一个例子像皮好了 我们常常讲说皮胃皮胃嘛 其实皮管就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的系统 消化的系统 很多人会说皮脏 像我以前那时候还在念中医的时候啊 其实对中医还不是很了解 有一次我皮肤很痒 我就去看了一位中医师 他就跟我说你这个就是皮湿 我那时候觉得很荒谬 皮脏不就是那颗过滤血液 造血那颗皮脏吗 怎么会湿呢 又没有把它泡到水里面去 对啊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但后来念了中医以后才发现 哦原来皮 皮为中央土嘛 就像说我们在种花的时候 那个土太潮湿 根就会烂掉 是不是植物就会长得不好 那人体的皮也是一样一个 整个消化系统的概念 当我们这个消化系统比较弱的时候 人的根本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皮肤就可能出现状况 神情各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对 所以如果说假设听众朋友觉得说 他其实常常觉得自己比方说心情不好 这个他可以怎么样用中医的这个概念来改变他自己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好吧比方说去看个心理医师啦 但其实在心理医师的眼中 也有比较容易谈一谈他就接受了病 也有的人他就是在整间火气很大的人 也有嘛 同样的说心情不好 你可能安慰他说 那这件事情其实会不会有不同的角度 有的人就说啊对哦 有不同的角度 可是有的人就说 你竟然叫我找不同的角度 为什么我要有不同的角度 你没有听懂我的角度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加上你来联合看诊的话 你会怎么 就是他们可以有些什么方法 让自己是处在这种心情也平和 然后身体又好的状态 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 假设我的生活一团乱 我的情绪很糟 然后常常也觉得身体这里不舒服 那也不舒服 我要怎么样开始去进入这个 使用这个知识的领域 好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终于把情绪分为七情嘛 第一个叫做怒气 怒气跟肝有关系 所以这个人如果说他很容易就暴怒的话 或许他的肝火就会比较旺 所以如果说你在 看你的心里门诊 遇到一个病人 他动不动就发怒的话 你可以说你可以稍微降下你的肝火 代表你的肝火已经到一个零戒指了 所以我旁边应该准备什么茶给他吗 可能一个苦茶凉茶青草茶 是有效的 就先请他喝了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放一点茶饮 在我整间 是 那这个是比较容易 这就变成情绪跟你的五脏六腑会互相影响 那你的肝气如果说够疏通的话 有人激怒你 你并不会生气 就是肝气有疏通 所以你这里讲到一个 我觉得一直觉得蛮有趣的点 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生气就是因为别人惹我 可是其实你自己的状态好的话 可以比较不容易生气 对 这就是寄生蛋蛋生机的问题 两个会互相影响 但又能够互相帮助 就像说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 很容易让我们生气的事情 就像病人很容易惹我翻白眼一样 对 但是 你有白眼系列 我要看到你的白眼系列 问哪些问题可以让中医师翻白眼 对 当然有的其他中医师可能修养比较好了 就不会翻白眼嘛 那也是说代表他的身体的部分 也比较够强壮一点 那就我们讲的肝气 你肝气能够疏通的话 就不容易被激怒 那要吃什么才可以像你这么有幽默感 这个其实也是与生俱来的 好 稍微问这个问题一定是种结果 好 那我们继续认真的谈好了 所以 是调整自己的 对 的这个肝气 可是所有容易生气的人都是肝火旺吗 大部分 大部分 但我们讲五脏六腑又会互相连结 互相影响 是 那肝最容易克皮 那皮我们刚讲说管的就是消化代谢的功能 所以你想像我们以前遇到大考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考试前几天就开始拉肚子 对对对 因为肝气太旺嘛 肝气太旺他身体也控制不住了 就开始去打临近的国家 他第一个打就是皮 这种皮就虚掉了 那消化吸收的功能出错就开始拉肚子 那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的皮脏非常的强 肝气也非常的疏通 那他到大考前还是身体还是非常好 这个情绪压力就不会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是是对 那么如果我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常常爱生气 会把体质搞差吗 生气这件事非常两极哦 有些人是生闷气 对 那他气闷在里面 他的肝气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最后就爆掉了 他的肝火就会很大 我都不对人发脾气 一直生闷气闷在里面 肝火也会爆掉 那像我每次都一生气就骂人 感觉也是肝火很爆 这个只是说你的情绪来得很快 但你又把它疏通掉 它没有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意思是我继续不高兴的时候 就骂老公是好的吗 如果你老公没有在听 我会说对 没错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子 对你是好的 那对你们两个之间不一定是好的 我懂我懂我懂 这个很奥妙 可是对我是疏通 可是他听了不舒服 他可能会肝气欲结 对最后爆肝的人可能是他不是你 所以这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微妙 最好大家都能够去注意到这个事情 对对对没错 那你觉得现代人啊 嗯 我不知道站在你的立场 因为你每天看很多人 你觉得现代人在身心生活方面有哪些常见的坏习惯 我的意思是说例如说 呃我们上一代妈妈们可能常常就是生闷气的坏习惯 对对 但是现代人又有现代人的一些逻辑跟趋势 然后依你来看的话 现代人在生活 我特别是指的是情绪这方面呀 有些什么坏习惯 现代人的情绪我觉得跟上一代没什么两样 还是不懂得疏通 不懂得疏通 对 因为其实现在人的压力比我们长辈那一代大太多了 各方面的资讯 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多 但现在反而更不懂得疏通 因为现在太多的专家在教你说 你要有EQ 不可以生气 不可以发脾气 对 但他反而找不到那个出口 出口不见了 他反而闷在心里 所以这个肝气 我们讲说肝为将军之官嘛 这个将军生气了 他会怎么样 就乱打人啊 对 所以身体的五脏六腑 都会出现状况 那像你都怎么会建议你的病人去 从一个不太会疏通情绪的人 变得比较健康的处理情绪 因为我建议的方法 可能跟你不见得一样 你是从身体的这个 这个原理去建议 我的着力点 大概只有在你的身体的状况嘛 所以当我发现说 其实你这个人 你已经跟我讲 你有B肝代源了 那我又发现你的肝火很旺 那我就会警告你说 B肝 接下来可能就肝炎 肝阴化肝癌三部曲 你如果再这么爱生闷气的话 你一定会走向这条路 那你的身体自己要注意 那他如果问你说 那不生闷气要怎么办 我就会给两个建议嘛 一个就是 你不要去把那些东西放下 就要把那些东西放下 不要闷在心里面 对 对找一些疏通的管道 我常跟病人开玩笑说 你就出去晚两个月回来 什么病都好了 晚两个月还有地方可以回来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回到邓惠文时间 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是 中医师陈志佳医师喔 陈医师有一本据说 只要看封面就会好的书 叫做 好一半而已 好一半而已 日日食聊 42到疗愈身心的对症家常菜 那刚刚我们直播的时候 其实就有朋友举例啊 在问啊 就说 常值晚班的人 是不是肝火会旺 那要 要吃什么 喝什么 才能抑制肝火 刚我偷偷问陈医师 陈医师说事情 也不是这么单纯 对 不是说直晚班就是要抑制肝火 对 肝火我们讲肝有特定的五脏六腑嘛 那这个肝管的就是情绪压力的部分 所以肝火一般会跟情绪压力比较有关系 那一般讲说晚睡熬夜会伤到什么 就是肾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是补阴的时间 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阴不足的话 肾里面的水火就会不平衡 那肾水不足引起的火气 我们就叫做虚火 所以他如果一直去吃抑制肝火的东西 其实他是虚火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对 其实降不太到肝火 一般所谓降肝火的话 如果是所谓的肝火 会用什么去降 食料里面 例如说在你的食谱里面 会做些什么 食谱我们会用酥通肝气 加上降火气的东西 好像我们有时候喝一点苦茶 凉茶青草茶 再加一点玫瑰花 它就走到干净去了 是 但你如果光是苦茶凉茶青草茶 它就比较没有给它指定位置 它可能全身上下有些火都会把它灭掉 就灭火就是 对 尤其是脾胃的火 因为我们一喝下去脾胃先吸收嘛 对 所以这个降火的东西脾胃就先作用了 所以这种是刚刚讲的那种 常常生气或生闷气干火 对 旺的 那如果像这位朋友他是 长熬夜的虚火 对的虚火他怎么办 那我刚刚讲到原理嘛 虚火的原理是水不够引起的火气大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补水 所以我们可能吃一些桂林糕 它又有滋音又有点降火的作用 那不然就是木耳 莲子 百合 麦门东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中 就是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的东西 并不是说在吃药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陈医师你会想写这本书是想要让大家怎么样 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就可以过得更健康 对其实是更希望呼吁大家能够多关心自己的身体 对那因为其实很多人有些小症状就到处求医 那其实回过头来只是发现说 我只是长期晚睡熬夜 所以导致我有这么多的症状 那我只要把这个思路这些逻辑把它理清以后才发 就会发现说我就是早点睡 就什么病都没了 你那个像你那个翻白眼系列 就是我觉得对话蛮有趣 就是很多时候你告诉他问题在哪里 可是那个习惯他就是不改对不对 对 很难改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我一直都说 我其实也很好奇 就像你刚刚问我说 有些病人他可能他睡不着想太多 然后刚刚你问我说会怎么劝他 对对对 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跟他一起去看说 你的思考里面有一些部分一直不断的重复 你只是在逃避某一些你已经看到的结论 那如果你把那个结论接受下来 你就不会一直在重复中间的思考 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不愿意 所以我们会花蛮长的时间 也许我今年累月都跟他谈同一个思考 这样慢慢的去消除啦 那我是不能拍一个翻白眼系列 心理医师翻白眼系列还能看吗 可是在你谈的那个里面 因为我知道说例如说里面有你劝病人说 比方不要再吃甜食啦 不要再吃宵夜啦 或者说什么什么 然后有些病人就会说可是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问很多问题 那你自己看起来应该是过着非常健康的生活 我觉得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一种 什么样的意志力 我很好奇的是说 因为你常劝病人嘛 人家说不管任何科的医生看病人都要 有一些心理治疗的技术在里面 对不对 你来看说那种听众朋友如果有很多 其实畸形难改 像现在我们就有看到嘛 就是说他可能有些什么习惯 可是他也不见得很改啊 他说有一位听众就说 他就是生闷气 可是他的情境就只能生闷气 他就是这时候你就会翻白眼嘛 什么叫做你只能生闷气啊 这个要怎么样 就是让大家开始去注重 我的身体我的坏习惯一定要改 要怎么样去跨出这一步呢 因为像我还是只能从你的身体的角度来跟你谈 威胁嘛 对啊 像建一个大姐来减肥嘛 他就跟我说 其实他才看两次而已 就跟我说怎么都瘦得这么慢 那我看他的体质就是 其实你的皮很虚 又湿气很重 那代表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不规律 又爱吃甜食 他说对啊没办法 我已经从一天要吃三个面包改成一个了 你确定没有把我讲的话跟他讲的话混在一起 没有 我真的已经改成只吃一个了 好 对 其实他 其实很多人对于甜食都是这样子 那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说 我就是吃甜食而变胖的 但他不愿意改掉这个习惯 那其实很多情绪或是你的思考逻辑也都是这样子 像你 那怎么办 那医师除了翻白眼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更决心要 除了恐吓他说你这样 你就伸不下来 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很 你有没有想过说很多人他 他知道可是他坚持要做那一点 我们在心理学上有时候会说 他会有一点点陷在这个症状里面 然后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我在想我看你这个书里面 我有一个心得 就是说 其实你在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 或者说你今天吃什么 就决定你明天是什么 那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一小步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试试看 感受一下说当你把你的身体身心看成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随手的方法 要开始并不那么的困难 我觉得真的是一念之间 对其实有一句话蛮狠的 因为很多病人大概都三四十岁甚至五六十岁了 我常常在心里想说你已经到五六十岁都还不能决定自己要吃什么 不要吃什么的话 那还有什么可以控制的 你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某一种好像 自我毁灭的那种 应该说现在人太习惯于处在一种安逸的状态 是 对就是说我现在就反正习惯了 下午就是吃个蛋糕吃个饼干 对度一度时间然后等下班 对啊就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了 他也不会说那我改变一下 我这个时间我去运动好了 其实很多人吃甜食是单抗忧郁剂在吃 我觉得 对因为血糖高的确会让你非常的有心快感 然后烦啊累啊不被爱的时候都会想要去抓一点 但是我们很难再去跟他谈到更近一个层次的问题 说你为什么觉得你烦呢 工作压力到底哪里来的 你要怎么去疏通 应该有很多人坐下来就是漏漏等 就是要跟你讲这些吧 有的人要写一张A4只写满满的 就是他的心情这样 对 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人在问说 好这都大家对肝火旺很有兴趣 我们再来给大家多一点的那个概念 陈医师在体质啊这边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说 例如说肝嘛 对 还有皮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大家搞不清楚了 就四种虚 很多人就说自己很虚对不对 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常觉得自己就很累很虚 很累很虚 你说这虚是每一种还不一样对不对 对那因为为什么我前面会提到这个东西 我前一本书就是汤鸟就没有写到这么细 但是我发现说大家看了第一本汤鸟以后 其实对自己的体质还是蛮有兴趣的 有啊当然有兴趣 对所以我第二本就把它写得比较详细一点 那其实前面的一些概念就跟我们在判断病人的体质一样 我们在讲说什么虚什么食 先有虚食才有体质嘛 那你虚代表你身体缺了某个东西 那到底缺了什么四大物质就是气血阴阳 所以我们会讲说你是气虚你是血虚 你是阴虚你是阴虚 你是阳虚 那气代表一个动力的概念 跟血是相对的 所以血就比较偏向身体里面的物质 一些物质的统称 包括我们的血啊水啊 包括我们的肌肉骨头这些都可以用血 对有形的东西那气就是无形的东西 就像说一台车子很漂亮停在那边 它不会跑因为你没有发动 对没有给它气 对所以它阴或是血的部分是充足的 那气是不够所以它跑不快甚至不会跑 你的意思是说血比较像是说它形体硬体有 可是气没有那个燃料或能量去 能量嘛像是那样一个流动能量 可以一个能量的概念 动力的概念 是 所以我们常讲说我们气虚 我们讲话讲太多 讲话就变有气无力 对我们气就发不出来嘛 就变得懒痒痒的 所以我们身体的肌肉骨头血液 我们就推不动了 所以很容易会容易有气虚血虚 那阴虚阳虚就进一步 阴虚就是血虚以外 阴的部分比较不足嘛 所以火相对就比较大 所以像很多人熬夜 我觉得阴其实也蛮难了解的 就是中阴所谓的阴到底是什么 阴虚是扫掉了什么 虚如果是扫掉的东西 你刚刚讲气跟血都比较稍微可以想象 对所以阴虚到底是扫掉了什么 好中医讲的东西都是二分法 一个两两相对的概念 所以像说皮肤针对于我们的骨头 皮肤算表 算外面的 对 骨头算里面的 那皮肤跟我们的肌肉来比 皮肤算外面 肌肉算里面 是 那肌肉跟骨头呢 肌肉算外面 你是在 骨头在里面 对 对啊 所以它是一个两两相对的概念 所以你说阴阳在不同的位置 代表意义也都不一样 所以很难去讲说我阴不足 到底哪一个阴不足 像我们讲说肾 肾里面水火平衡 那如果水不够就代表它阴不够 那阳就会比较旺 所以就会有虚火跑出来 比方说在你书里面描述说啊 如果说你常常活动 但是没有去补充燃料 那就是阴就会虚掉 阴虚掉之后 就是会变成是阴虚了之后 阳就互补性的高亢 对 阳就相对比较高亢 可是这个燃料 其实有些 可能现代人就会比较难想象说 那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那是一种 我觉得那是什么 那其实有点像一种能量系统的 一种概念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中医讲的这些阴阳 都是从自然界一些生活的一些现象 去观察出来的 然后对应到我们人体嘛 好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好的 回到邓慧文时间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 钟医师 陈志佳医师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 0283693398 刚刚回答比较多 网路上朋友的提问 如果听众朋友 你有对这个 有什么样的好奇的话 也可以call in 来请教一下陈医师 0283693398 刚刚我们谈到 其实这里 书里面有起到一些问题 例如说小朋友 体质 小朋友吃中药什么这些问题 我就先不要讲到中药了 光是刚才这个网友在讲说 他想要帮他女儿长点肉 蒸年胖 来吃什么 我想到很多小朋友 其实比方你刚刚讲吃甜食 我就观察到小朋友会对甜食开始产生依赖 很多根本就是父母养成 例如说不吃饭 例如说我家小朋友他不太吃饭的时候 阿嬷就跟他说快点吃完 等下就给你吃一个蛋糕 或者吃一个什么甜食 吃一个糖果 小朋友就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感觉 觉得甜食是一个奖赏 对 那我在一个访谈上听说陈医师家里的小孩 其实是不太吃甜食 你是刻意的阻止吗 还是说你就是不给他们 我忘记我从他们几岁开始 就会给他们一个观念 就是吃甜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好 不好 不好 你怎么讲不好 说这有毒吗 就是常吃甜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会蛀牙 然后会皮肤会痒 容易有湿气重 容易生病 然后以后会胖 对以后会胖 对 那讲久了以后 他们自然而然 在学校有时候幼稚园老师一定会发糖果 他们也不会吃 自动就会带回家 所以我们家每一年都要丢掉一大盒的糖果 就他们学校带回来的 所以他们本身已经对那个东西会有所判断了 对 当然他们也不是说完全都不吃 当然 有时候真的说下午真的还没有吃晚餐之前 已经有点饿 或是有点嘴馋了 就去翻翻翻翻出一颗糖果 然后问说可不可以吃一颗 可以 那吃了以后 他们吃完一定会立刻去喝百开水 对 漱漱口 然后虫淡一下 所以那个等于是应该他几乎观念都升值在他心里了 我们来听听张小姐要请教陈医师什么 张小姐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 我那个 我的胃 胃肠上会有气 就是都一直出不来 都在那边徘徊 你的意思是有点像闷着胀着这样吗 有胀气 然后有的时候会嗝出来 那嗝 嗝嗝出来这样一气 可是有的时候又出不来 那吃饱的时候比较不会 稍微说 吃饱大概一个钟头以后开始就很多气 可以在胃里面 那这个要用什么饮食方面来调整 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生姜 或者什么东西吗 可以怎样 我是听说其实吃生姜 可是吃生姜我又很容易上火 好 其实你初步这样判断 你的胃应该是有某些问题 但是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样其实也很难隔空去猜测 那如果说你胃真的很容易脏气 第一个你吃饭一定要吃慢一点 那第二个你可能可以用一些薄荷油类的东西 像很多药局都有卖说小孩子去脏气的脏气高啊 或是薄荷油 那你只要把薄荷油擦在你觉得你脏的地方 胃的地方或是肚脐附近擦一擦 那你的气应该就可以排得比较好 所以排气值让你不要那么不舒服 但你根本的问题建议你还是找个医生看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可能还是要具体的检查一下说 因为这种症状可能是很多问题共同的 但是如果纯粹以要养护这个症状来讲的话 就是要吃慢一点 对吃慢一点 而且不要边吃边讲话 那他也不能吃甜食吧 胃不好的人绝对不能吃甜的 我很在意应该 大家不能吃甜食 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改变这样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说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 所以其实陈思可不给大家一些建议 例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 那在小朋友的饮食上面 我有几个问题替大家整理的 第一个是说小朋友早餐应该吃什么 现代人爸妈忙嘛 很多就是早餐就塞给小孩一个面包 然后又是给小孩甜的面包 什么菠萝啊奶酥啊克林姆啊 我想象就觉得这好像不是很好 对那其实我们家偶尔也会吃到这些东西 但绝对不会只有这一种东西 所以偶尔吃吃甜的面包我觉得也没关系 当做他们一个犒赏嘛 或是让他们解解惨的一个概念 那其他天有可能煎个蛋啊 煎一片火腿啊 或是烤个土吃 吃饭嘛 我们家早餐没有吃饭 那吃什么 一般都是 也有人说不可以吃粥啊 不是说吃粥对胃不好吗 是胃不好的人吃粥会变得更不舒服 那你胃本来就没有问题的人吃粥 比较不会有问题 是可以的 对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请教贵府上早餐都吃什么吗 主要以面包为主 当然以咸的面包或是比较全麦类的 咸的面包是指什么 尽量少吃甜的 就可能包个火腿啊 包葱花的啊 或者是葱花面包啦 对 或者说 呃 就你指的大概是那种 呃 不是那种那么样子精致 像点心类的面包 例如放法国面包 什么那种 像我们家早餐就不会出现蛋糕这种东西 当然 你知道说到这个蛋糕 我我我也是知道说 西班牙人早餐吃蛋糕是常态 而且是真的蛋糕 真的哦 对 我其实还蛮惊讶的 就是有一个西班牙朋友 就是这样子我我我三很难想像早餐吃 那他身体还好吗 我不知道 那时候如果你能帮他拔一下 外面干嘛有趣 其实这个文化也是牵涉到蛮多的 好所以我们的call in 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好奇哦 那呃再来哦 我觉得这里面我特别觉得有兴趣的是 陈生你这些食谱啊 其实都蛮简单的耶 嗯 都蛮容易做的 对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青春健美餐的这个部分 这个大家可能 白发要怎样变黑发哈 白发变黑发哦 对 真的会变黑吗 其实白发变黑发是很难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办法做得到 只是时间要非常的久 例如呢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很多应该是 对 在这个年龄层 那大概分两大类啦 第一大类就是如果说你从 像我从国中就开始有白头发 这种就比较偏向遗传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嗯 任命吧 呵呵呵 那如果不是的呢 对那如果不是可能到40岁以后开始头发变白的 对 那你可以有办法让它延缓一点 那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到40岁头发会变白 因为到40岁你的肾水肾气就会比较不够 所以头发变白是肾水肾气不够 对跟肾会比较有关系 第一个 那第二个可能跟你的血也会有关系 因为我们讲说法为血之鱼嘛 那一些血 嗯 头发要得到的营养都要由血来灌溉 所以你刚刚讲的血须也会白头发 对血须也会白头发 所以很多女生可能月经过后 就会发现这阵子怎么白头发长得特别多 所以要补血补肾 对补血跟补肾 那吃什么最最简单 那所以我设计的食谱就用黑豆啊 像食材用黑豆嘛 可以补肾 有丰富的蛋白质 是 那药材就用了女蒸籽啊 熟地枸杞或和手污 对这些都比较偏向补肝肾补血 所以不是因为有污有黑 这两个字就可以让头发变黑 其实这个东西很巧 中国人蛮这样想象的 对 可是常常会被人家觉得说 真的是这样吗 异形补形 他是有道理的吗 因为我前面有写到一个迷思嘛 大家就会觉得说 很像异形补形是非常 迷细那很荒谬的一件事 那其实以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 来分析这些东西 像我举了一个例子 像说你吃核桃 对 因为核桃把它剖开 就像我们脑的形状嘛 对 那大家就会说 这个事情可以补脑 这个事情 是核桃可以补脑 对 以一般人可能觉得说荒谬 但是以现在的营养学 发现核桃里面有很多的 油脂类的东西 好油 好油 他对于脑细胞的发育 很巧就是 他是一个巧就是 对 偏偏就是这么巧 好 我等一下来讲一下核桃的趣事 好来 李妈妈你好 两位好 是 我刚才我是为我女儿 来问这个问题的 我刚刚听那个 医生讲说 他群绪很不稳定 常常花脾气 一定就是肛火吗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那个女儿 她不住台湾 在香港 那我发现她这几年来 很容易发脾气 动不动就发脾气 情绪很不稳定 有特别对谁吗 还是她就是对任何人 都很容易发脾气 几乎 几乎 几乎对 好 我们请陈一师来稍微给一点 这个建议 因为刚刚一直讲说 你肝气愈结 愈久了以后 你的肝真的已经满到不行了 那他必须给他一个抒发的管道 所以他在进来的任何情绪 他就必须要把他抒发出来 不然他身体会受不了 就代表他的肝气 已经满到一定的程度了 所以代表说他可能在香港 或在任何方面 他的压力不断的累积到身体里面 已经到一个临界值了 所以以我们来看 生气这件事 怒还是跟干气干火 都会比较有关系 所以还是跟这个 蛮直接相关 其实我觉得 生气这件事 有很复杂的原理 对我而言 我觉得生气跟想法 跟期待很有关系 例如说 很多容易生气的人 其实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期待是很高的 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期待能够低一点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觉得失望 后来我也是跟一位中医师在聊 他说这个也可以从身体去想 因为当你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 其实整个人的那种等于自我照顾的自我精神的状态不好 所以你会很本能的我不知道陈医师同不同意说你会很本能的会觉得别人不应该再耗费你的力气啦 因为你累嘛你累别人再让你麻烦 例如说老板丢回来叫你重打重闲 你就觉得你又在耗费我的力气或什么 或者说别人听不懂你的话 你要你就气虚了 然后你要再解释一遍你就会很烦 所以无形中 这个中间还是身心的一个循环 就是说你我要解释说你自己状态不好 你自然对别人的期待就会提高 因为你的自我照顾没有办法那么好 你就会很希望别人多体谅你有没有 多多照顾你多或少烦你 那期待一高在心理学上你期待一高 你就容易在人际间失望 然后你又生气 生气你又开始这个训练 我觉得这真的蛮有趣的 对刚讲要气这个东西嘛 气你可以把它想成你身体的一个自我掌控的能力 气 对 你自己掌 你很累的时候 或是你很多东西已经应付不了的时候 你的气相对就比较虚 对 那就掌控不住你的五脏六腑任何的情绪 所以任何情绪七情六欲就会跑出来了 尤其七情怒气的部分 那这个可以用很日常话来说吗 就是人生的时候就去压缩嘛 就是压缩的意思 就是太累嘛 对容易不耐烦 好我们进广告 大家好 这里是邓慧文时间 今天是陈志佳医师特别的线上开诊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 两位好 是 请教中医师 我今年七十五岁 我之前有做过那个受腺电疗之后 会尿湿菌 那尿素菌我们中医方面有哪些药可以提供 让它能够改善 好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复杂 因为电疗过后有可能结构上已经被破坏了 对 那你说真的要用什么药来补的话 因为会演变到可能需要做电疗 因为你前面体质可能已经被改变得非常的大了 那现在比较难去判断说你是甘心皮肺症哪个地方出问题 对 所以我还是建议说真的还是建议 这个必须要具体 一定要 一定要看诊 这个没有办法整个用这个症状猜 刚才我们看到大家的一些问题 有蛮多朋友在问说 觉得自己是有某些症状或者是某种虚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补 其实台湾人常常觉得什么冬至要补什么要补 然后补大家就是什么办公室有人就煮一锅来 然后体质不一样的人 讲母鸭麻油鸡就来了 其实我最怕有人煮一锅来说 今天是冬至啊 五冬啊 大家来补 因为我常常会问说 那里面放什么 适不适合我吃 可是我发现像我这样龟毛的人很少 大家几乎都说要补要补 所以补到底是是怎样才不叫乱补 对我们讲补就是补不足泄有余 补不足泄有余 补就是要给身体多一点的东西嘛 所以你就要看你身体到底多了什么 对 像身体少了什么 对要给身体 像气虚的人你只要补气就好了 那你有气虚又加上容易寒冷的 比较偏虚寒的 就要用温补的 反过来你很照热的人 要不要补就不要嘛 那真的有量补这件事吗 有啊 对量补就代表说你可能气虚 但是又容易上火 那是吃什么 像刚刚讲过木耳、莲子、百合、麦门东这些啊 这样子啊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阴虚的在调整那些东西就叫做量补 对没错 是 所以补代表就是给身体需要的东西就叫做补 所以有时候卸火也是一种补 是 我们常讲说肝以泄为补嘛 哦 所以肝气不能让它太多嘛 所以要把它泄掉 所以肝火旺的人泄肝的火气其实就是在补 就是补肝 哦 所以喝苦茶其实是在补 对 他喝苦茶、凉茶其实是在补 对,对于体质对的人就是补 所以反过来讲 你已经火气很大的人了 你又吃麻油鸡 那就是一种伤害 就不是补了 可是其实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 好,那我们后面有几分钟 我要请陈燕师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吃宵夜 哦 其实我们要先对宵夜这个 这两个字要先把它 定义 拿走 拿走 我们不要有宵夜这个字 因为宵夜已经变得非常的罪恶了 嗯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第一餐、第二餐、第三餐 还有第四餐 本来就没有人规定我只能吃三餐嘛 那可以有第四餐 可以啊 像我一天就要吃四餐啊 你的第四餐很晚嘛 第四餐大概回到家大概十一点左右 十一点还可以吃东西 对,所以 最后一餐你要在睡觉前 两个小时以前把它解决掉 所以你一点才睡觉啊 差不多 你这样有养肝吗 嗯 一点到三点是养肝嘛 所以 以前我听过中医师说啊 不可以 嗯 十一点以后睡觉 对,最标准的是十一点以前就要睡 因为十一点到三点 到三点是胆筋跟肝筋的时间嘛 你要让他得到充分的休息 可是 但是很多人十一点还没到家啊 那所以你 你本身不但没有十一点以前睡觉 你十一点多还吃东西耶 对 大家好羡慕哦 那可以吃什么 其实大家不要羡慕很多人 因为像我昨天就po说 我十七年来体重都没有改变 大家就问说怎么办到的 对 因为我说我一天都吃四餐 那其实只有一个原则而已 定时定量 定时定量 像一般人吃三餐 他也是定时定量啊 那你吃三餐如果没有定时 没有定量 一样会胖 所以不是三餐或四餐的问题 定时定量 那个量也要定的对吧 量没有 每个人的量不一样啊 像我可能一天吃 一餐吃一碗饭是我的量 像邓医师吃比较少 可能半碗他就觉得多了 邓医师两碗再吃个饱 对 所以两碗对我来说就是多 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嘛 你的两碗就是你的一天的量 好我知道还是回到一开始 你就是天生力值 我觉得不是哦 真的这个体质是可以打造 可以打造出来的 好 所以当你改变饮食 你从三餐变四餐 你一定会胖 但你若稳定在四餐以后 那你的身体又适应了 所以没有那种什么积点以后 不能吃东西 今天以后不能吃肉 你都不信这个 我都不信这个 睡前两个小时以前 把你吃的东西结束掉就好了 然后睡前两个小时 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对 你讲的跟我之前听一个内科医生讲 他是说关于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他也是说这个 不管你几点睡 睡前两三个小时 就要停止吃东西 不要吃任何东西 我们就是要给胃一点排空的时间 对 那至于说吃什么东西 大原则就是高热量跟油炸的不要碰 对 所以像蛋糕 面包 饼干 零食 这些都不要吃 西点业者会不会很恨中医师啊 嗯 我觉得蛮有可能的 你走在路上要小心一点 我最近都会 坐捷律都会戴安全帽 然后 所以 我想最后 其实听众朋友 其实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 介绍一下这个 陈医师的这个著作 首先就是 这里面有一些分类 对不对 而且确保你都会做 对 我已经看过了 就是我都煮得出来 所以你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有东西太复杂 其实你把东西煮得很复杂 里面其实就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例如过度烹调或什么 其实我觉得每天看看自己的体质 然后 对 每天给自己一个重点养成 我觉得其实吃什么 我们不是说很在意说你一定吃什么 可是我觉得养成这个态度 就是去感觉我今天的身体需要什么照顾 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 我为自己好好的保一个今天对的 就是来补我该补的 或者说避免我该避免 我觉得这种态度其实是一种 整个身心照顾 他就所谓的爱自己的意识 其实我觉得这会改变很多 这也是对社会对自己对家人一种责任 因为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事 别人才能帮你 其实你这样讲说对家人的责任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 你对你的另一半不爽的时候 就煮不对的东西 一直是一种 比较轻微的下毒的概念 所以他尽量不让我进去厨房 他也很害怕 你说你的另一半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说 今天我其实会特别请陈医师 陈医师其实非常非常 未听那种朋友的牺牲很大 今天还是特别停诊来的 所以很感谢陈医师 我觉得最重要是希望能够 让大家可以感觉到说 就连吃喝 或者说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可以改变你整个人的身心灵状态 因为你有了一个我要过好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包括心理方面 你要了解自己发生什么事 才能够去厘清你心理发生什么事 对那才能够去解决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陈医师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祝大家晚安身体健康 拜拜 拜拜